好,各位在场的嘉宾,大家下午好。 然后很开心今天我能够跟我的联合演讲者一起在这个地方,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顺丰边云这个业务, 然后跟云原生的一些结合, 以及如何通过云原生边缘计算这些技术, 然后为整个物流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创新去带来一些加速或者说是一些好的地方。 然后我的联合演讲者陈芳刚, 然后他现在也在位置下面, 然后等会到了他的这个部分, 然后我会邀请他上来。 OK,行,然后边缘计算的话实际上是一个已经被提过蛮多年的一个技术了。 对,然后可能在这个技术刚开始被提及的时候, 可能大家对边缘计算理解, 可能会在想说边缘计算是不是像是CDN这种技术, MEC这种技术, 那也有人可能会在想说边缘计算是不是就是物联网, IoT之类的一些技术。 但是随着边缘计算的一个不断的发展, 然后以及我们对边缘计算这个领域的一个认知的加深, 然后其实我们是可以根据一个设备, 然后距离那个数据中心的一个距离, 然后来对那个边缘计算去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划分。 比如说像CDN这种场景, 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进场边缘, 因为这些设备它可能离数据中心的距离不会太远。 还有一些可能就是部署在客户的现场, 或者说家里的一些设备, 这种设备我们把它称之为现场边缘。 这些设备它可能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性就是它的资源比较少。 对,然后但是它的一个优点就是它更加靠近我们的用户。 OK,然后随着边缘计算的一些发展, 也有很多的跟边缘计算相关的一些标准组织, 或者说是一些相关的一些技术以及学术上的一些东西, 平台也在不断的出来。 其中CubeAge它是第一个跟云原生相结合的一个边缘计算平台, 并且它是在18年开源出来了, 然后也捐赠给了CNCF, 然后在20年的时候它是达到了一个孵化级的项目。 然后现在CubeAge是整个生态和整个社区也正在去冲击一个毕业。 对,OK,然后CubeAge在发展的这几年来, 其实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实际的一些案例。 对,然后我这边简单讲一下, 首先在安防这一块的话, 通过边缘计算的一些技术, 我们可以通过边缘测视频的预分析, 然后来快速去定位一些异常或可疑的场景。 同时边缘的这种特性可以起到这种数据隐私保护, 然后我们一些比较敏感的一些隐私数据, 它可以不需要上云, 防止泄露一些个人的一些隐私信息, 特别是安防这一块, 它在园区里它其实有很多的一些信息都是比较敏感的。 OK,然后也可以通过这种边缘平台的这种能力, 然后来达成这种智能应用的统一管理与远程的这种升级。 然后在交通行业的话, 它可以,边缘测可以实时地去处理大量的一些交通数据, 因为它交通行业它可能它的路面上的情况, 它的信息量变化是很快的, 所以它的一个信息量也是很大。 所以说边缘,我们在边缘去处理的话, 它会比较有一个快的一个实时性。 然后交通这个案例呢, 它之前有个案例, 它也是能够去提升整个省界的一个收费效率。 对,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对于这种之前的那个省界的一个收费的这么一个边缘项目的话, 它本身它的一个那个量非常庞大, 然后通过Cube Edge这个边缘计算平台呢, 它也是可以去统一的去管理海量的, 异购的这种边缘设备。 OK, 然后在物流这一块的话, 实际上边缘计算平台也能带来一些好处啊, 它可以去实时的去弹性扩展资源, 然后去满足一些不确信性的一些物流的业务量。 因为其实对于物流来说, 它可能在一些比较高峰的一些时候呢, 它的业务量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像一些节假日或双11双12这样。 然后第二点的话是可以利用我们部署在边缘节点上的一些视觉类的一些应用, 然后我们可以去实时的去监控, 以及追踪这些货物的一个位置和状态。 然后我们通过部署这些比较高端的, 比较那个上层的一些AI分析类应用, 然后我们最终也可以去跟整个底层平台结合, 然后来提升整个物流的一个交货的一个准确率。 所以CubeAge的话实际上它已经是在很多行业里有应用, 然后这也说明就是CubeAge目前对于有边缘计算需求的一些厂商来说, 它可以直接去对接CubeAge, 不需要从零开始, 然后就可以在这基础之上, 然后再针对自己的一些业务特定的一些需求, 然后去进行一些改进和优化, 就不需要从零开始。 OK, 然后其实各行各业的一些边缘领域都会有一些, 有一些它自己的一些特定的一些需求, 但是CubeAge生态它就对这些比较典型的一些边缘计算场景的一些挑战, 进行了一些提炼和抽象。 首先就是边缘场景下, 它的一个云边的网络通信的质量会比较低, 它很多设备一般都是位于一些私有网络里面, 可能会有那种多层AAT嵌套的这种场景, 它的一个底层网络拓谱其实是有点复杂的, 而且设备跟设备之间的一个双向通信也比较困难。 第二个的话就是刚刚也提到过边缘的话, 它相对于数据中心来说, 它的一个资源肯定是不像数据中心那样子充足的, 它的资源是比较受限的。 所以我们部署在边缘节点上的一些组件, 它一定要是足够的轻量, 足够的快。 同时因为刚刚第一点也提到边缘网络质量比较低, 所以边缘设备或边缘节点它也经常会处于一种离线的一个状态。 所以对于边缘节点来说, 离线是一个常态, 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场景或需求。 所以对于这种离线时候, 我们必须要很好的处理, 能够具备业务离线自制或故障恢复的这些能力。 OK, 第四点就是边缘节点它高度分散, 它其实在有些场景下, 它其实边缘节点它并不会去集中分布在某一个区域或某几个区域, 它可能分布的跨度会比较大, 由多个这种分散的区域去集成成一个大的一个边缘集群。 所以如何高效地管理这些边缘节点或边缘的设备来降低运营成本也是一个很重要一点。 OK, 一个计算单元, 一个盒子, 然后可能有些设备它甚至是有可能是机器人或者是家里的路由器光猫之类的这种设备。 所以这些边缘的这些资源它的异构度它是很高的, 那么我们必须要做到一个标准化的管理, 然后灵活的配置, 然后统一的去对这些资源进行一个把控。 OK, 然后这边简单讲一下CubeEdge的一个架构。 它的架构的话, 首先它CubeEdge本身是依托于K8S的, 它会去直接利用K8S原本的一些调度的一些能力, 以及对资源的一些抽象的一些管理等等。 然后它本身云上会有一个组件叫Cloud Code, 对, 然后它本身会有一些控制器, 然后边测的话会有一个叫EdgeCode的一个轻量化的一个组件。 然后这个组件它本身能够去, 它符合CRI, CSI, 以及CNI的一些这种标准, 它可以去对接多个容器运行, 无论是ContainerD, Docker, 或者其他也好。 对, 然后本身的话它右侧的话它会去对接一些物联网协议, 然后来对一些物联网设备进行一个管理, 然后来对一些物联网设备进行一个管理, 同时呢还有一个网络插件叫EdgeMesh, EdgeMesh它是为了去解决这种边缘网络跨直网的一些问题, 然后能够把这些处于不同区域的这些容器的一个流量进行一个打通。 对, 然后CubeEdge整体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开发的一个原则, 就是右边这几点, 首先它是开放生态且兼容K8S的原生能力的, K8S它的有的一些能力, 它不会做侵入式修改, 它会原封的一个继承, 然后第二点的话, 它是支持更多的节点设备的揭露, 相比于数据中心的K8S, 它可能能够接入更多的那种边缘节点或边缘设备。 第三的话就是通过EdgeMesh的能力, 它能够去支持复杂的边缘, 跨边缘的网络, 或者说跨边缘的这种跨直网的这种网络环境。 第四点的话就是在这种离线的常态的这种情况下, 它边缘节点上的一些应用和数据, 它能够做到离线自制。 对, OK, 然后这边的话, 所以跟顺丰是一个对CubeEdge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实践, 除了刚刚说的那几个案例以外, 其实顺丰在使用CubeEdge的过程中, 它也是有对CubeEdge进行深入的一些思考。 对, 然后顺丰的话, 它其实跟CubeEdge社区的整个生态, 它其实也是跟进的特别好的。 然后这个地方大概的去讲解一下, 顺丰是如何参与到这个开源项目的生态的一个共建里面来的。 首先, 顺丰本身会根据自身的一些业务, 然后去深度的去使用CubeEdge 以及EdgeMesh这个网络插件。 然后在使用的过程中, 它除了使用以外, 它还会去参与到CubeEdge社区的一些例会, 然后去了解一些新的一些特性。 可能有些特性就能够在它们的一些场景里能够被使用起来。 然后第三点就是, 它们本身在用的过程中还会去考虑跟自身业务的一个结合, 然后去不断地去优化。 第四点就是, 它们会把这些它们思考的一些点在社区里拿出来, 然后跟大家讨论。 可能有一些它确实是可以抽象成一个通用的那种边缘计算领域的一个特性点。 然后第五点就是我刚刚说的, 可能有些点, 有些优化点可能确实是跟本身物流业务紧密性比较强, 但有些业务可能就是可以抽象成一个比较通用的, 适用于边缘计算的这种点。 然后第六步的话就是作为一个贡献者, 一个开源社区的贡献者, 它能够去在这个开源仓库里面去提出相关的一些代码, 或者是提出相关的一些提案。 对, 然后最后我们再回到第一步, 再接着去深度的去使用新发布的一些Cube Edge或EdgeMesh版本, 然后不断的去迭代和优化自身的一个业务。 OK, 然后这是跟Cube Edge社区合作的一个流程。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有请我的联合演讲人, 对, 陈庞刚先生来介绍一下他们是具体怎么在Cube Edge在自身业务的使用。 好。 由于时间关系, 我简单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叫陈庞刚, 来自圣丰科技。 然后呢, 我们在整个边缘云, 我们圣丰有个边缘云的项目, 就是使用到了我们现在Cube Edge这个技术。 我们整个呢是有一个完整的落地, 今天很容易分享一下。 首先, 我们从这个背景讲一下, 因为我们圣丰呢, 它在全国包括呢, 是国际上面, 全球都有一定的这个场地, 然后呢, 它的场地就会非常非常复杂, 非常复杂。 它的, 呃, 厂地的话, 它又有中短厂, 有分点部, 还有那种, 我们那个, 就我们厂规的派间的这种, 它这个就比较复杂, 然后呢, 隔着比较远。 厂地的设备也呢, 也比较复杂。 它有这种X86的中控机, 还有我们那个X86的服务器, 还有按摩的那个GPU壳子, 还有那个X86的那个GPU服务器, 反正特别混乱, 各种情况的那个机器设备都有, 因为它是不同阶层, 不同时间段采购并应用的, 然后网络环境这块的话, 那这块简直就是一个, 难以描述的东西了, 因为每个场地, 从头到尾建立, 它由于时间段不一样, 并没有完完全全的, 都能做到一个完全的标准化, 因为有的场地, 它可能是带公网IP的专线, 但有一些可能就是民用宽带, 这种现状我们也是有的。 最后呢, 还有就是未来业务, 我们那个场地上面, 会不足很多相关的一些应用, 会和我们业务的一些应用, 但是呢, 这些应用呢, 由于它有一些特殊的需要, 所以呢, 它就会有一些特别的一些要求, 比如一些多种类型的GPU网卡, 它可以有一些不同分支的Linux系统, 还有很多, 比如说共用的一些服务器, 共项目的服务器, 它包括呢, 后期业务在迭代过程中, 会引入一些新的技术, 包括用到了一些, 像我们现在已经存在的, 我们编端, 在我们场地, 我们场地和编端, 其实是一回事, 它就会用到一些, 比如EDCD, Matico, NAS, 等一些, 就是从常规的那种传统的数据中心, 可能才用到的技术,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遇到很多问题, 很多问题, 那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运维支持不足, 因为我们在全国有几千个, 甚至过万的一个场地, 那如果是每个地方都配置, 这样的一个运维能源, 就是极其痛苦的, 而且成本极高, 那其次呢, 运行环境又差也很大, 因为我们存在这个多应用共用的, 还有多项目共用这个系统的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呢, 它同一个运行, 同一个机器上面运行不同系统的一些运用, 所以呢, 这一块对于我们这个小镇也很大, 其次呢, 因为它的那个机器, 大家存在共用, 那就意味着, 它的那个机器传统的模式, 它是要把对应的应用包, 下发到对应的机器上面, 而且是下发到全国N多个机器上面去进行一个发布, 那这个过程中会非常耗时间, 而且它们那个包非常大, 对于这个带宽要求也很变态, 所以呢, 我们这一块发版效率也是极其低下的, 之前的话, 之前是就专门有一个团队, 每次发版的时候专门干这个事情, 而且一发版少则半个, 一个礼拜多则半个月, 时间极其拖了它, 最后呢, 就是在这个自研隔离, 刚才也说了, 因为它存在这个机器设备共用的一个情况, 那就意味着它的隔离其实是比较麻烦, 比如它GPU和GPU, 它不能够按照需要来隔离, 那最多就是个共享, 但是隔离做不到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 这个应用之间相互影响, 那就有可能会比较麻烦, 对吧, 那同样的, 那我们这个共享这块, 也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根本就不只是所谓的自动调度, 全靠人工, 如果一旦出现了过多什么之类的, 那就要人工去登陆到这个机器上面, 我们有一个类似于堡垒机的系统, 登上去手工操作, 调整它的自研配置, 那这样就非常麻烦, 那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引入这个CAP Edge之后, 那我们在这个基础上结合容器的技术, 我们这个时候呢, 会引入一些新的东西, 那新时代里面呢, 我们会有些很多东西, 首先在应用层面, 我们应用层面呢, 首先会有一些监控, 会有一些监控, 那因为原来的业务, 他们是各自, 各自为证嘛, 它自研是通过在附属启动的时候, 给它配置好自研的一个, 一个一个控制, 那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些, 业务, 它要做一些监控, 包括一些业务本身的一些监控,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要需要去做一些监控, 目前我们的监控是定时化的, 在这个边端会部署一个采集点, 然后这个采集点的话, 会定时上报, 和常规的, 普罗米修斯的他种模式, 还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是整理一个改造版, 其次呢, 我们边缘的那个应用啊, 需要一些智能的一些解析, 这一块的话, 主要集中在于, 我们比如说一个域名, 可能要在全国各地, 不同的机器, 不同的场地, 它解析出来的IP是不一样的, 那这种的话, 就类似于我们传统的智能解析了, 就是多路, 多线路的智能解析, 但是我们这个是跟场地强相关的, 其次, 我们边缘的那个, 有个数据处理这块, 是非常麻烦, 因为我们的, 刚才也讲到了, 我们有那个, 在机器部署在边端, 它的数据会有, 比如说, 我们有那个中控机, 会有那个, 这个东西, 它就会去检测我们机器, 那个机器上面的那些包裹, 它这个包裹上面有没有违禁品, 我们会拍照, 会有视频, 那这个东西, 它要本地的一个, 做一个处理, 然后这些处理呢, 它要去检测有没有违禁品, 这些东西, 那这些处理量极其庞大, 我们之前简单的重计过, 每天一个场地是在T级别的, 所以这个处理量是非常恐怖的, 如果我们要在本地处理, 其实这个时候, 本地处理已经是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了, 再就是我们的一个设备, 刚才讲到了应用, 那在下面就是我们的设备了, 我们的设备的话, 有很多, 但是呢, 我们目前的话, 除了我们主要让用户可以加进来的, 就是常规的这种盒子, CPU, 那个GPU服务器, 或者T86服务器可以加进来, 比如说摄像头, 我们目前是没有揭露的, 但是呢, 因为摄像头它不支持这种系统, 它也没有办法, 就执行一些比较复杂的命令,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设备呢, 制止我们的一些, 边端的一些机器, 不管是盒子也好, 还是那个普通的服务器也好, 它都能够通过我们的那个, 自动或者手动啊, 一些命令, 我们会有一些命令, 可以去下发给它, 也可以手动在我们那个控制台里面, 产生一个, 一个指令, 直接去在节点上注册, 这个时候呢, 它就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局群里面, 最后呢, 就是设备的多样性的一个适配了, 然后我们的机器刚才也说了, 有不同的系统, 有比如说Ubuntu, 有一堆的系统, 然后呢, 有一些GPU,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显卡, 比如说英伟达的显卡, 这些显卡, 它们对系统, 操作系统, 去驱动, 它都是强相关的,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上面也是做了一些适配, 其次在这个基础的设备监控, 主要是针对的, 这个是我们这个, CAP-Edge这个组件本身的一些基础监控, 还有这个我们的机器本身的监控,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集群这一块, 集群这一块的话, 我们是在那个整个集群本身是高可用, 然后我们有多个集群, 在异地是多活的, 多个机器, 那个不同的机器呢, 在它那个对应的区域里面, 按照这个区域就按照旧近来连接, 这样的话节省这个一个带宽, 包括这个食盐的问题, 其次呢, 还有就是我们边缘场地啊, 它在同一个场地内, 我们就去食自然调度的, 因为我们这个同一个场地, 它情况特殊, 因为它可能有的机器, 有的场地只有一个节点, 可能就只有一个盒子, 可能有两个, 有的机器, 有的场地有多个节点, 所以呢, 我, 我们这个机器呢, 我们的场地呢, 有的有多个节点,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存在一些调度, 我们需要在同一个集群内, 同一个场地做一些调度, 好, 我跟细细讲一下我们这个边缘的基础架构, 从上往下讲吧, 我们最上层的是我们的盛丰的那个DCN区域, 也就是我们的内网区域, 我们内网区域的话会有几个服务, 一个镜像服务, 镜像服务, 然后呢, 再就是我们的一个, 我们镜像服务呢, 通过构建之后, 从往左边走, 往右边走就能看到, 就是我们有个总部的镜像仓库, 总部镜像仓库, 最后呢, 我们的那个部署的时候, 镜像构建到总部了之后, 那我这个时候呢, 我这个总部会有对应的节点, 加入到我们总部的一个测试集群, 那这个是用于在我们的那个, 顺丰内部做流水线那个八板测试的时候, 用户可以在总部测试集群, 在这个在总部完全完成这个整个业务的测试验证, 它的镜像的依赖是从总部的镜像仓库里面去获取, 然后呢, 等你这个对应的镜像OK了之后呢, 它会要部署到我们场地, 有些场地我们最下层, 就是最下层红色区域是场地区间, 场地区间的话就是各个场地, 它有很多场地, 每一个场地的话, 它有不同的一个设备, 有很多的不同数量的设备, 有的场地呢, 甚至还有一些中控器, 像图片服务器之类的, 就特别复杂, 然后呢, 我们如果要去真的把这个对应的应用, 部署到我们的边端的时候, 我们需要通过我们镜像服务, 触发我们的边缘云的容器管理服务, 这个边缘容器管理服务呢, 它会去控制我们在中间区域的这一块呢, 是我们在公有云上面的一个DMC区域, 搭建的四个区域, 我们目前呢就是四个区域, 全国四个区域其实足够了, 我们四个区只是作为异地多活来使用的, 其实真要是狠一点, 我也可以一个区情搞定, 一个区情搞定也是可以的, 只是我们为了从这个架构层面来讲, 稳定性来讲, 多个区域, 然后呢, 只有这个把这个对应的那个镜像, 通过我们总部, 我们那边还有一条线路, 就是到时候会有总部的那个镜像, 会把那个推到我们的公网仓库, 我们在公有云上面会有对应的公网仓库, 把镜像推过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边缘云容器服务, 控制对应的那个云端的master, 去下发一些部署指令, 那下面呢, 就完整的就是我们这个CAP Edge的一个架构的一个使用了, 在编章会部署对应的那个EdgeCore, 好, 我再讲一下, 我们在这个落地过程中, 我们在针对CAP Edge做了一些优化, 或者说做了一些改进, 这种, 首先这个是日式的规范化输出, 那这个呢, 我们是原生的那个CAP Edge, 它是不支持这种, 它是用了系统的CAP Loco这种方式来做这个日式切割, 我们就在这个层面上就做了一个控制, 就把这个日式全接管了, 支持日式的自动带脚分割啊, 怎么滚动删除这些, 包括这个问题的改进这个玩意的初衷呢, 是因为我们边端的机器, 它的资源特别受限, 我们有的机器甚至只有, 总共只有8G的硬盘, 然后还有安装系统, 留给我们这个边端存储日制的, 可能只有500M, 所以这个日式空间极其紧张, 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要针对不同的场地的节点, 去配置不同的配置, 这样的话可以比较精正地控制这个日式的滚动输出的一个使用, 再有一个就是这个连接管理, 刚才这个连接管理是针对这个一个改进吧, 原生的那个CAP-Edge的话, 它这边的那个冰棒的心跳检测, 它其实只有单侧, 只有一个病没有棒, 我这边就给它做了一个冰棒的一个, 运动和边端同步都做了,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我这个连接尽量的一个稳定, 就做一些异常链检测, 死链检测, 还有边端的一个触发边端的一个童链之类的, 这些的管理的话, 也就是在云端这边做一些处理, 我们云端的话, 因为我们云端最初的设想, 就是一个局群管理全国, 目前是几千个这个场地, 几千个这样的一个节点连上来, 所以它对这个内存要求又比较高, 所以我们在这个层面做了一些针对性的优化, 就是针对设想的一个管理, 然后做一些内存的回收控制, 对这一块, 核心点就是针对这个真正的稳定, 就是消息处理这一块, 我们针对这个消息, 云端消息的数据一致性这一块, 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处理, 第一块就是按需分发, 按需分发这个东西的根源是因为原生那一块的话, 它是把所有的这个命名空间下的对应的那个节点的数据, 它会发给每一个这个局形下的每一个节点, 但事实上由于我们边端应用特别多, 然后节点又特别多, 资源又特别多, 所以我们不能这么干, 这么干的话会直接把我们要同步的数据, 会无形中扩大了很多倍, 而且会形成这样的一个WebSocket, 这样的一个层面的一个网络风暴,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影响很大,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优化, 就按需分发, 那就是说一个场地对应一个命名空间, 我们每一个场地只同步自己的命名空间的数据, 这样的话就能减少网络通讯, 提高这个HCode的处理速度, 降低这个AdMatch的那个转发效率, 因为AdMatch它的核心原理是IpiTable的一个转发模式, 它就会有这样一个情况, 当你的那个service特别多的时候, 转发就会有影响, 因为IpiTable它本身是个文件, 所以它太多的话会影响效率, 其次就是离线这一块, 离线的话就是说针对有一些云端不稳定, 网络出现问题的时候, 节点消息丢失, 节点下次上线的时候, 可以从我们云端拿到一些离线的消息, 可以重新再发一次, 减少这种因为发送失败导致的一些不一致的情况, 那就是并发处理, 并发处理的话, 这种的其实说我们不各个模块, 它们在处理的时候, 目前的话它的因为场景限制, 它们延伸的设计是单协程在处理它的数据, 所以它的处理性能并不是特别高, 或者说不是极致的优化, 所以我这一块都做了一个优化, 那就是并发处理, 这样的话能加快边端和云端的处理速度,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最后的一个分离, 这一块的话刚才也讲到了, 就是我们边端IO特别差, 尤其是机器负载极高的时候, db读写, 默认是文件锁, 因为它现在的写法是默认是一个文件锁, 没有做任何的读写分离, 这样就会导致, 不管是读也好, 写也好, 都得去等那个锁就会特别慢, 而且会因为读写失败, 读写失败, 这样就导致这个消息传递处理会失败, 这样的话就这样的问题, 那个数据的一致性也就容易出现了, 那这样的话读写分离就能够解决, 有效地解决这个数据不一致性的问题, 好, 这样一个就是, 这一块的话应该是原生K8也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POD在删除这时候, 它的流程特别垄长, 它是先把POD的状态设置为特别人的, 对吧, 然后再去通知边端, 或者通知我们的净程, 去把对应的POD删除, 同时再去上报, 给到云端, 给到我们的Mustle端, 然后由Mustle的把EDCD的数据库里面的数据给清理掉, 这样子会导致有可能会出现, 它在删除的过程中会卡住, 会卡到TML的状态, 那这种情况下, 其实对我们来讲很不友好, 因为我们的节点特别多, 用户不乐意在那里等待, 这个全部部署成功, 那对于我们来说, 用户想达到的效果是什么, 命令先下发下去, 慢慢执行, 它都能接受, 这是很常见的一种场景,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上面做了一些优化, 主要就针对最终于是异常删除POD的, 简单来讲就是我下发一个指令, 边端接受到之后, 立马响应一个OK, 我接受到了, 云端立马把EDCD数据库删除, 然后边端再执行我们的安全删除, 安全删除完了之后, 这个时候我们的在CodeCode那端, 还会有一个ObjectSync这样的一个东西, 去对应的资源是否存在,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就会去通知云端, 删除对应的, 就是这个自营对应的ObjectSync这样一个东西, 最后呢, 我们会结合这个Sync定时检测异常机制, 执行一个补偿删除, 但是呢, 这里其实也会有一个弊端, 我这么改, 其实就把K8原生的流程全部给它打断了, 对吧, 但这样有个弊端, 如果我这个POD用到了对应的物理端口, 这个时候就会触发这样对应的这个重新调度, 对吧, 所以呢, 但是我, 绝大部分的场景, 它是不会用到物理端口的, 因为我们对外访问都是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来解决, 所以呢, 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就通过一个起舍, 就采用最终一致性, 加上异常直接去删除, 好, 再加一加我们在K8新增了一些特性, 这个是在社区还没有的一些特性, 应该是, 因为我们那个版本揭露比较早, 应该是1.11的时候就开始去接, 现在是1.13了, 然后我们是会把云端的一些, 把边端, 会把边端对应的一些POL, 相关的一些事件上报, 原生的呢, 它那个社区的1.11版本, 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然后呢, 我们这块是做了一些事件的记录器, 然后会上报, 会有相关的事件全部上报, 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个接管, 最后就是一个Metro Servant, 一个访问的一个优化, 这一块的话, 第一块就是我们那个同测跌转发,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同, 将冬的场地, 它会存在很多的节点, 我同那个节点转发的话, 我能解决, 就是我在我们的流量很大的时候, 我可以通过对应的这个同节点转发, 减少这个网络IO的一个影响, 对吧, 其次呢, 非同节点离线访问的一个, 是不是补偿访问, 主要是说, 这个是跟延伸开发有关, 延伸开发它那个挂掉了之后, 某个节点离线, 它就会立马触发这个同性调度, 就会导致这个对应的节点的那个POD, 就不可以被访问了, 但是这个时候, 由于我们的落网环境, CAP Edge这种情况下, 它的节点不一定真的不可以访问, 所以呢, 我会做一个补偿访问, 也就是说, 当我所有的节点都离线了, 我会拿出其中一个节点去访问, 尝试一下, 但是如果这中间过程中, 我的Enterpol的信息里面有, 还有一个是可以被访问的, 我就优先用这个在线的节点去访问, 否则就用离线的节点去访问, 这是做了一个补偿访问, 最后就是一个改进优化了, 改进优化的话, 这个是在这个Ibitable规则, 刚刚说的Ibitable规则这一块, 它这个是插入的模式, 我们这个在旧规则之前, 是这样的方式, 推出一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就进入一个插入的优化, 再就是PAT的信息共享, 这个就是把那个节点名称, 通过一些算法去删成PAT的信息, 这样的话在P2P转发的时候, 就不用通过Sqlite的信息, 做一些共享分发, 通过云端, 这样的话, 云端分发的话, 这会减少一个消耗, 提高这个系统的稳定性和稳定性,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这个Message插件, 刚刚讲到了, 我们有这个插件的需求, 需要在不同的场地, 从一个域名解析到不同的IP, 我们就比较简单, 直接在这个, 添加一个专用的confirmable, 直接存储域名和IP, 这种就可以直接解决, 我们这个Message插件的解析问题, 这个就是我简单讲一下, 这个是我们那个镜像的一个, 转发的一个安全分发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原来, 我们那个镜像是分为三级仓库, 从总部红色的总部到, 我们那个共有云仓库这边, 先到广州, 我们广州这边, 我们这边, 因为安全这边限制比较严格,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原来最初的方案是, 所有的都是通过广州区, 然后通过云间专线, 就是黑色的, 这个扑式互联网机器, 通过这种方式, 走贵阳商, 上海北京, 这四个区域去推, 但是由于原来是一个云间专线, 它的那个带宽比较小, 只有四兆, 而且特别贵, 因为它是专线嘛, 所以就很贵, 所以我们就改造了, 就把它改造成, 我们就改造了用那种互联网的模式, 互联网模式直接推过来, 但是由于这种情况下, 我们这边就做了一些限制, 因为互联网的数据要被访问, 我们就单独开发了一个多个的一个菜店, 这个是做这个证书认证的, 证书认证, 这个证书认证主要是防止一些非胜风的节点, 揭露到这个集群里面来, 拉起我们的一些隐私镜像, 最后就是我们因为节点很多, 我们有很多节点就要在部署, 但事实上用户不希望我在每个节点, 每个场地都单独部署,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复制部署的功能, 那我们首先用户在页面上提交, 他要把哪个对应的部署单元, 部署到哪些机器, 或者部署到哪些场地, 那我们就可以去解析这个部署单元依赖的配置项, 到目标区域, 最后我们就要去匹配对应的工网仓库的域名, 去创建对应的deployment, 最后解析对应的service, 在目标创建service, 这样的好处就是用户只需要在我页面, 批量点击一下复制, 就可以快速地把对应的应用部署到全国乃至全球, 最后讲一下, 我们在这个东西上完了之后, 我们顺丰这边得到了一些什么收益吧, 我们原来的话是手工部署, 我们在这块的话就做了一个运营环境的统一, 可以在我们的统一控制面板做集中化, 还有可视化的一个发布, 支持多种特列的发布, 我们也支持这个模板的线上维护, 包括用户可以做一些工网仓库的一些切换使用, 因为我们工网仓库也是异地多活的, 每个仓库上的镜像是一模一样的, 包括我们也可以执行分组的方式及部署, 都可以看到进度, 看到状态, 最后呢, 就是我们带宽费用这块, 带宽费用这块是下降的很厉害, 原来我们是要求在每个场地可能要揭露一些带工网IP的一些带宽,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不需要了, 只要能够访问我们云端的就OK了, 最后呢, 就是应用快速分发, 我们可以做到在一个小时, 甚至半个小时之内, 就可以把应用分发到全球, 最后呢, 就是我们这个异常自愈了, 这个呢, 是那个CAPage本身的, 但是呢, 它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就是, 用户不需要24小时待命, 不然我们的用户不需要24小时待命, 去天天有一场就能够去启动它, 最后呢, 就是在商业上面, 我们这个最终的应用, 我们主要是和我们的公司的IOID这块做了一些结合, 所以呢, 他们可以帮助他们做一些业务快速扩张, 其次呢, 还有一个是商业试点的问题, 商业试点, 因为我们不同的场地, 它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些业务规则的一些玩法, 所以这个时候, 在我们那个场地部署不同的应用, 它就可以去完成对于商业的一个试点, 其次呢, 我们顺丰也可以通过这种渠道, 走向商业市场, 讲一讲, 时间也到了, 就讲一讲我的一个看法, 就是边缘这个东西, 它给我们顺丰带来了, 或者说给整个世界带来了一个核心的东西吧, 它提供了, 提升了我们那个智能化的一个水平, 机容器, 微服务架构, 我们云端是很简单, 但是边端其实是相当于一个迷你服务器, 所以我们边端已经不区分, 它是数据中心还是说边端了, 所以它在云端上这种系统下, 它这种微服务架构, 它也能够扩展下去, 也能够完整地扩展到我们的边端, 提升了系统的扩展性和稳定性, 最后有一个就是数据边缘处理, 我们边端的数据非常庞大, 每天都是TG的, 这样的话, 在边端处理完了之后, 就不需要再上报给我们云端, 那个全部上报给云端, 只有把结果上报给云端就OK了, 这样的话也能减少我们这个处理速度,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